人期话题来看到 农历年要到了 除了回家围炉之外 彩虹行外也出现人潮 台湾彩虹公司今年春节加码 总奖金9亿元 创6年来新高 还有大乐透加码的360组 百万大红包 根据台采的统计 去年大乐透还有威力采开出头奖 分别是以有时下午5点到7点 还有虚实晚上7点到9点 在这些期间购买的 中奖率最高 春节期间不少民众喜欢买彩券 来试试手气 不过大家会特别挑选时段 来买彩券吗 有空再买就好 四百五百一千两千 没有特别说 一定要什么时候买 多数民众会在刚好经过 或是有空的时候才来买 不过台采公司就统计 2022年大乐透开出23次的投奖 其中有26.1%的购买时间 是落在有时 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 就连4.86亿元最高投奖的中奖彩券 投奖幸运儿就是在这个时间购买 另外威力采去年开出7次投奖 有42.9%是在虚实晚上的7到9点卖出 另外有28.6%是在未时 在下午的1点到3点中卖出 而且去年未利采最高投奖12.1亿元的中奖彩券 中奖人也是在未时购买 台采统计虚实未时都是买未利采的幸运时段 就靠运气啦 因为都是买的轮潮比较多比较旺嘛 啊比较容易中奖嘛 未利采买买法 那通常是在投奖的累积金额比较高的时候 第二期全部包盘 业者认为人多买气高 因此中奖几率也跟着提升 另外还有专家透露 大乐透如果用系统选号包牌 也就是从49个号码中选7个号码包牌 花350元同样能提高中奖几率 但民众还是要切记理性购买小赌移情 这台北综合报导